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0万年以前经过造山运动 经过地壳变动 台北湖所扶上的这座小山 这座山的高度差不多50至60公尺 但是里面蕴含了很多的考古地址 还有自然生态 那这座山早期在1709年唐山移民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在17041年的时候 就在这个附近盖了一座街 当然这座山后来也叫做芝兰山 那这芝兰山好像它故乡漳州的芝山 所以这一座山也把它俗名叫做芝山 那这个都是一种石英山园所形成的山 所以叫做芝山园 那这座山它的形状是圆形的 所以芝兰伦习惯就叫它圆山 那住在山下的人叫做座山下 老师说芝山沿环山步道以内的范围 全部都是国家二级古迹 里面还有两座三级古迹 还有天然的地质特色与特有种植物 简直就是一座宝山啊 想要一探究竟 还得先爬楼梯践行一下 我们的第一站是洞天福地 这四个捐刻在石壁上的大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洞天福地它的末宝是 巴自然的一个读书人叫潘永青他所提的 那为什么讲洞天福地呢 他认为在1852年到1859年 张泉瀉斗的时候 张州人都全部逃乱到芝山沿山上避难 他认为这是一个北有洞天的福地 那洞天福地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匾湖洞 所以匾湖洞上一片天所造之处皆福地 清朝的时候慧激宫有做一些平安祭的活动 把洞天福地把它那个写一个百匾额 把它那边祭天 然后当然既是慧激宫的那个主神开在圣王 那想不到后来慧激宫火烧了 然后文昌阁也烧了 所以这个末宝也被烧掉 所以那景存呢就是洞天无地 在我们芝山沿山上这种石鹰沙沿 绢刻在上面 而旁边的仙泉圣基 相传是在张泉泄斗的时候 张州人为了躲避泉州人的侵略 逃到芝山沿 当时这里缺乏水源 难以为继 正在危难之时 有一股灵泉 鼓鼓流出 解决了缺水之苦 也让张州人能够在此地生存下去 我们沿着石阶继续往上走 来到第一座三级古迹西爱门 在1820年左右 张州人跟泉州人 为了争水争地争利益 所以产生一些不明欲的卸斗 那1825年 芝山沿的张州人 他们就在芝山沿上 盖了东西南北四座的爱门 尤其在1852年到1859年 张州人跟泉州人发生了惨烈的卸斗 尤其是1859年 所以这个爱门现在是树国仅存的 张权穴斗的遗址 到了1895年 以魏歌台 日治史证开始 日本人就把东爱门 南爱门跟北爱门把它拆除了 所以仅剩下这个西爱门 这个西爱门 它是以石鹰沙岩就是七里岸石所砌成的 最特色是上面有自碟 自碟中间有冲孔 那冲孔那是一种火炮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孔洞 那也可以眺望全州人怎样攻上来 芝山沿这个地方 从180度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台湾的防疫公司 也叫做一个防疫索药的时候 自碟沙岩西爱门是瘦果仅存的 古老的爱门 在老师的解说下 能够感受到张权穴斗时的肃杀与惨烈 相隔一百多年后的现在 如今古老的西爱门 爬满青苔被大自然包围 成为芝山沿步道的一处景点 这棵树是大叶兰树 那是在芝山沿的边坡 不过它一直壮大壮大 它的根也撑起了很大 然后把我们芝山沿的国家三级古迹 的西爱门它的基座 也稍微把它破坏 那台北市文化局就乘一些专业者 为了保护芝山沿西爱门 就用染线把它撑起来 让它不再破坏我们的爱门 让我们的大叶兰树 也不会倒下来 鼎鼎大名的芝山沿 惠祭宫于270年前新建 记录着张州人来此地 墾荒建立家园的历程 这惠祭宫是盖1752年 那张州人的移民他们是从 1709年就来到这边移肯了 那这一座山是一个皇家的 后来他们舍山陷地 来盖故乡的守护神 开张圣王 那开张圣王 他是三代多士武战神 那他带了一些部署 到泉州跟潮州 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墾荒 后来墾荒成功 他自称那个地方叫做张州 后来他被一位流寇 叫南凤高所沙 那唐采皇帝就侍奉他为 开张圣王 这个惠祭宫其实是三座庙 结合在一起 第一座庙是惠祭宫 他侍奉的子神 刚才讲的就是开张圣王 第二座庙也是同时起手盖的 知三言寺 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后来潘永兴他手盖了 叫做文昌寺 他过世以后就把文昌寺牵过来 改成文昌阁 这座庙是一个南方式的建筑 上面是有葫芦寿 都是讲吉祥的 上面的一些八仙 其实这一种用彩色的陶片 去把它剪跟连起来的 在我们台湾的民间公寓叫做简连艺术 这么漂亮的背景一般叫做西施 所以我们的西施 有五六个风洞 意思就是说台湾有东北季风跟台风 为了避免这么漂亮的西施 被台湾或是东北季风吹倒了 所以做这一种风洞 让我们的西施籍能够保留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国家的 虽然算是四定古籍 那这种庙宇一定要修旧如旧 那里有一个石灰草 然后一些都用古法去把它做起来的 这个刚盖好的石灰草 那是让它发酵 然后要修庙用的 惠祭宫经过几次修建 多余的石材 石碑 都被庙方存放在这座淮谷园 而其中最重要的两座石碑 一座是卷刻于1849年的 枝山合约碑记 记录了皇室家族 于1805年舍山献地的事迹 因为什么 枝山沿这座山是黄山家属 他们所有的 后来他们舍山献地以后 因为那时候没有造纸不发达 所以大家就口头上讲 说他要把这一块地把它献出来 以前的时代就是清朝他们来 墾草的时候是 荒地没人下 围团都你下 那时候就是占地为王的意思 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一座捐出来 要盖灰机构 那当然他们的后代常常发生纠纷 然后又把它铲除一些树林 所以产生了纠纷 后来就把它捐磕 捐磕这个碑 那追溯到1805年 那这一块是1849年他所捐磕的 另一座石碑则是惠记公碑制 捐磕于1825年 记录了惠记公建庙的过程 淮谷园内还有一座枝山贝壳化石之堡 民众可以靠近仔细观察 石头上的贝壳化石遗迹 在这里还有一座静字亭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文昌阁 那一些考生要考试的 他们就要来这边求 求他能够金榜提名 他们的准考证以后 考上以后准考证 全部都在这边烧 要烧掉 烧掉 对对尊敬 文昌帝君才能感应 静志廷是以前的人 对文字造识不发达 对文字很尊敬的 所以不能乱烧 这个是一个静字亭 下面是烧 上面是它的神位 我们来苍结的神位 静字亭的存在与使用 传达了古人爱惜字纸的精神 这里只能烧字纸 书籍跟一般烧金纸银纸的金炉 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讲这一条 这一条是枝山岩这座山 整个这个叫做石楼 石楼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考古跟地质最精华的地方 里面我们都贝壳化石 海星化石 海胆化石 还有一些地质的现象 比方说是一些洋葱石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做这个战道是二十几年前做的 目的就是保护我们枝山岩 水土不会被来晚的游客把它带走 让水土保持比较好 我们知道土地是足物的种子银行 如果大家假如一踩的话 有时候把幼苗把它踩死 我们就没有大的树 以后可以乘凉可以欣赏 所以这个战道是一个临时性的 目的要把枝山岩这个地方落叶的话 就变成变土 然后变成植物的养分 然后让植物 从小棵的植物能够变大树 这段木栈到底下 都是珍贵的人文考古遗迹 以及自然地质景观 我们在这里放慢脚步 仔细观察 在老师的解说下 久远的故事 一页页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里就是橡皮石 因为我们这里有东北季风 我们枝山岩这个石头 就是石鹰沙岩 石鹰沙岩就是七里暗石 它很脆弱 那经过东北季风吹了以后 比较脆弱的岩石 它会产生一种巨像物像的东西 像这个就是被吹成好像一个橡子的鼻子 中间有孔洞 所以一般人就穿杂互惠就叫做橡皮石 这个一个洞一个洞 它这个不是滴水的一个洞 那是一个平埔组原住民 他们所盖的橄榄屋留下来一个柱洞 因为他们以前盖橄榄屋是第一防蛇 第二防虫 第三也是一种通风 避免湿气 这六四先生之墓 它以前是上面跌了一块石头 那墓地就是隐姓埋米 我们知道这里资山园这个地方 在1895年这里成立一个资山园协堂 那就是后来八字党工学校 后来再改成士林工学校 现在就士林国小的全身 那到了1995年 士林国小成立100年的时候 士林国小的校友会 募款集资来把六四先生之墓 把它修建好的 这大木工也叫同归手 那大木工它是发生在1786年 台湾发生的林爽文事件 那林爽文它是天地会 所以它的标志是日跟月 所以它是反清复明 反对清朝统治台湾的 那它领导的一些反抗清朝的部队 尤其北部有林晓文 那林晓文是现在新庄的人 那他们部队也受到清朝的 制式的军队的整个围剿 那有一些义民或是难民 也逃到我们之三原山上 都死伤很惨重 那乡里的齐劳跟士绅 就建议要盖这个同归手 这个地方在1852年到1859年 漳州人跟泉州人卸得的时候 也有十三产作 那无论是漳州人跟泉州人 他们没有家属领回的一些遗骨 都把它积葬在这个地方 没有家属就楼梵架 有楼没柱 有白没柚 有白没柚 哪死没柱 有病就无药 如果死的话 没有办法用草席 把它卷绿人把它埋葬 以前真的是很悲苦 当然都用现在来讲 就用人道立场 把它们积葬 把它祭祀 慰问这些孤零 所以每年 这已经两百多年了 每年的农历的7月1号 就在 就会往上面远远的那个地方 那个木刊把它开起来 这种活动是这样 所以士林这个地方 就分了四个角头 那不是黑道的角头 就是四个那个装的 那个巨成的叫做角头 就角头 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普渡 所以有流传一句话叫做 是这样子的流传 因为士林那时候商业很发达 大家灯火通明普渡 那三自然呢 大家都是地主 所以他们很有钱 所以破鸡池 那九百亚破鸡池 因为那里都是龙田 所以可以做鸡池 那北山顶呢 他们没有办法种到 他们只有种甘薯 所以他们只有破鸡池 那这个地方刚才讲过 无论是张州人跟全州人 瀉得的时候 一些先民都把它积葬在这个地方 所以也有一句话叫做 丹瓦池 将州人破 丹瓦就是同安 那同安就是全州人 所以叫做丹瓦池 将州人破 就是张州人也跟他普渡 也是一种人道立场 大家言和的意思 这个叫做故教育者姓灵 也叫做王教育者姓氏碑 那日治时代 因为有六位老师的牺牲 那后来就把他立碑 立在资山园神社的附近 这附近 那到这个碑是从1896年到1905年 凡是为台湾教育 牺牲他生命的日本人 或是台湾人的老师 日本的学务部 就把这些老师的名字 全部把它捐刻在这个地方 作为基列 在每年的2月1日 那巴自然工学校的小朋友 就会上来跟他们敬礼致敬 所以这叫做顾教育者姓名 那国民政府来了以后 因为仇日的关系 所以把这些碑 都全部把它打掉 把它打掉了 我想我们认为说 古迹归古迹 政治归政治 文化归文化 我们就是要把它传承 给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下一代的主持人 能够了解台湾的历史 我们来讲这个学务官僚炸弹之碑 我们一定知道 已为资三元世界 那为什么有资三元世界 189年刚好我们给日本统治 那日本人来统治台湾 第一就是先以言先沟通 所以就成立一个学务部 第一任的部长叫做一泽修二 那他们就在大稻城那里 当然成立学务部 后来就延续潘永青的理想 因为潘永青 1841年在我们资三元山上 成立资三元艺术 所以日本人就在这边 成立一个资三元学堂 是这样子的 那从日本的那个本地 就请了五位老师 跟一位校工来台湾 教台湾人的日语 所以叫做 也是叫做国语言洗手 那刚才讲过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 他们就是通用西方的过年 所以在一月一日 他们坐先板船 要去总督府 就现在的中山堂 以人叫做工会堂 那一个之前的地方 那个地方要团拜 但是那时候就刚才讲过 以外战争的时候 还有一些反对日本人的势力 所以在回城的时候 就被反对日本人的势力杀死了 然后伸手益处 所以日本的学务部 就把这六位老师 把他集葬在资三园这个地方 然后1896年1月1日 日本的国务总理大臣 伊唐伯文就立这个碑 作为纪念 在日本人的那个立场 他们认为这些反对日本人的势力 叫做土匪 那在国民政府来讲 他们叫做义士 这是以前一位叫做杨雀署 是老国大代表 他你的书啦 写起来的 叫做枝山岩事件碑 1929年 日本人在枝山岩山上 盖了枝山岩祠 后来改为枝山岩神社 目的是为了奉赐这六位老师 以及为台湾教育 牺牲生命的教师们 供奉在这里 工人瞻仰平调 建造神社时 也同时兴建了鸟居与参道 国民政府来台后 移除参道两旁的石灯笼 改种榕树 原本的参拜亭 改成唐室风格的梁亭 并将神社拆除 盖了如今的羽农越南市 羽农越南市 它是纪念戴羽龙 戴羽龙 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戴笼 它的原名叫做戴春风 那因为它是情报头子 所以这里就是有情报局 以前叫做保密局的地方 所以它就纪念了戴羽龙 然后就成立一个羽农越南市 是枝山岩神社的一个原子 那把前面那个参道 也改成羽龙路 那羽龙路旁边又是把桥把它修 修好也把它称作羽龙桥 那羽龙路旁边又盖了两个眷村 一个叫做中永新村 一个叫做羽后新村 现在中永新村跟羽后新村 也全部均在改建以后 成立羽龙山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些叫羽龙路 羽生街 羽生国小 羽生医院 羽自备的或是羽后新村 我们社区有羽生新村 这些全部都是在纪念我们以前 国民政府时代的情报的头子 叫做戴羽龙 这个是1930年所盖好的枝山岩瓷 也就是枝山岩神社所留下来的 锁水波 一般叫做静锁翁 他们那个神社要进去参拜的时候 要先手要洗清潔 所以就用这个 这个古迹将近90几年了 应该把它放回一个适当的位置 老实说 这个枝山岩神社留下的手水波 是用一个大石块一体成型雕刻而成 相当难得 也是能够证明神社 曾经在此地存在过的重要文物 自然的一个地质景观现象 因为刚才讲过经过造山运动 经过地壳变动 然后经过一些原始的风化作用以后 形成了一个太阳石 一个奇特的地质景观 是这样 那一般早期听说这里很多 这里叫做蝙蝠洞 那当然这个太阳石就是它的屋顶 那蝙蝠洞这里 听说以前很多蝙蝠 蝙蝠 蝙蝠跟我们幸福的蝙蝠是一样 所以刚才讲过就讲说 蝙蝠洞上一片天所造之处皆伏地 所以就是洞天湖地也是从这里延伸过来的 那现在人类的角中已经取代了蝙蝠的 那个飞的角中 那取代了 那现在变成流浪汉的乐园 是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流浪汉走了以后 这里也变成一个空旷的一个地方 那只有给大家去了解 蝙蝠的奇特的地质景观 就是在这个最精华的地方 就是太阳石 原来蝙蝠洞就藏在太阳石的后面 洞天福地的福是蝙蝠的福 也是福气的福 代表了鲜明的期望 希望能够逃离战乱 在此地安稳生活 芝山岩记录着这块土地漫长的历史 是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提醒我们 历史或许会被遗忘 但不代表不曾发生过 字幕作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